Hello 大家好 我是莎姐 之前都想了很久 今天作出一個決定 希望大家支持我 這個月 人數突然飄升 很難看我的影片 很感謝大家 其實我已經夠資格去申請廣告 賺了廣告費 其實都想了很久 有想過下不下廣告 有時候想想 如果讓她下廣告 她有錢賺是不是對我會比較寬容 後來想想 其實我也不喜歡 因為我自己看Youtube 尤其是聽歌的時候 最討厭就是在中間蠶段光碧 或者在中間別人說話 她就在那裡插廣告 我也是撇的 所以我又在想 不如反過來 因為我怕我講政治 有時候 你也知道 我都試過幾次 和一份影片上幾段 是想不到的 或者要改名字 或者改什麼才能上 不知為何 所以我就在想 不如改變 反過來 或者用一些梯圖沒有那麼敏感的 或者中間放一些其他 古靈精怪的 可能分享一些媽媽小小 或者其他生活的事情 希望混淡一點 讓她沒有篩選得那麼厲害 所以我就決定 不讓她去賣廣告 即是不去申請這個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留言支持我這個決定 因為其實是掙扎了很久的 如果你們有 人很差的 要人支持和認同的 我都是這種人 所以希望大家 留言支持我這個決定 不買廣告 因為我有時候都會覺得 如果賣廣告就很屎賄 那我會不會 會為了這些錢 因為我經常都教大家不要相信人 我連我自己都信不過 我真的怕我將來 會不會為了 命聽這些收入而去講一些 挖眾取衝的事情 我不想 所以就算了不要了 我最多是掃其他 古靈精怪的東西 你們喜歡聽就聽 不喜歡聽都不要緊 那麼 溝淡的政治色彩就算了 這樣 希望大家多點留言給我 支持我這個決定 讓我的心更加 踏實一點 另外一件事 就是希望大家幫忙 就是我接下來 Christmas的時候 就會去北海道 跨年的 即是去北海道跨年的 希望大家介紹 一些好玩的地方給我 體力勞動不用了 滑雪那些你不用預料 我老人家 我殺姐頂不住 一些好玩的地方 還有好吃的東西 介紹給殺姐 我會去雜房 我來回飛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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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前後逗留 四天左右 即是前兩天 後兩天 這樣 中間就會飛雜房 北見 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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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飛這幾個點 雜房就會住得久一點 其他地點都會住兩晚左右 如果大家知道附近有什麼好吃的 或者附近有什麼景點 我想去那些地方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去到 純粹交通那些可以去到 所以如果你介紹一些景點 你最好告訴我 有什麼方法坐交通工具可以去到 大概多少時間會最好 因為我是不會開車 走路是不會走得遠的 我最多是走九個字 一程這樣 接著就拜拜 所以大家要遷就我這個老人家的時間 所以希望大家都幫幫幫幫我 看看有什麼好吃的介紹我吃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自作餐 不要太貴 薩姐負擔不起 因為我會去差不多半個月 不要太貴 我真的負擔不起 這次講到這裡 拜拜